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黎明啟示錄啊 新手要做的事情就是設心願清單 每款遊戲都是一樣 這個黎明啟示錄的話 你大概抽個30次就可以設心願清單了 所以我覺得蠻不錯的齁 那我看的攻略就是巴哈的攻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心願清單怎麼設吧 但是新手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角色誰是誰看不大清楚 所以說我先把極剛圖結下來 然後呢在電腦畫面齁 一個是這個圖片 然後另外一個是文字 然後邊對照這樣子圖片 這樣子設起來才會比較方便齁 不然的話呢你看這個用戶清單齁 這看起來啊我說對新手來說 感覺上每個人都長得一樣齁 那元素的話這一隻角色是我 前幾個月第一次玩那個黎明啟示錄的時候 他新出的角色叫做 這個什麼艾絲 艾絲美齁然後呢 火法大家很推薦齁 我當時看技能感覺上是普通攻擊而已 然後再來是兵法 這個應該是奶爸吧 艾絲特斯 然後呢這一個是 這是尤朵拉是不是 然後科技系的齁 科技系的話呢應該是這個 安卓拉是必選 然後呢再來是羅...羅莉塔 羅莉塔應該是這一個吧 然後再來是凱莉喔 凱莉的話應該是冷艷美女 這一個 然後是 埃克斯 埃克斯是一個帥哥喔 這個 應該是這個吧 他沒有眼線 這個這個這個應該是這一個 然後最後面是超載蕾拉 欸超載蕾拉是我抽到的耶 就是...就是你嘛對不對 超載蕾拉 然後再次體術 體術的話就是不推薦新手連 也不是說不推薦新手連 就是說這個可能就是 呃...就是...怎麼講呢 嗯...應該算是劍允甄前期滿選那樣子的感覺 後期的話可能湊隊伍用了 然後當然還是要選一些啊 到時候去爬種族塔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第一個是叫做婉婉是不是 婉婉好像是最主要的角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喔 呃...哎呦我的第一隻抽到的角色是子龍齁 婉婉的話是...他就叫唐婉婉喔 呃...是...這一個齁 這個齁 好像那個有...有那個貓...貓...貓鬚鬚那個樣子 然後再來是娜娜 娜娜的話是這個齁 有新鮮的也很好練 很好認啦 然後再來是艾瑞希爾齁 艾瑞希爾的話耳朵長長的是這一隻齁 然後再來是...呃...克林特 克林特 好像是戴帽子吧 這一個齁 哇...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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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要誰咧 好像說瑪莎有這個群攻擊是不是 好...選一個瑪莎好了 好...選完了齁 再來是光明系 光明系的話呢就是奧戴...奧戴塔 那奧戴塔的話呢是手除有送齁 所以我剛剛我又除了一個33塊錢 沒關係...呃...沒有辦法 雖然說我這個...呃...怎麼講 之前我有儲存帳禮包 但是你換了伺服器呢 就是要重新儲值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光明系喔 光明系的話呢奧戴塔...奧戴塔長什麼樣子咧 欸...查一下喔 奧戴塔...等一下我看到...我看到元素系了 稍等一下... 光明系的 喔...找到了奧戴塔 欸... 這一個啊...我已經有了嘛對不對 齁...然後再來是... 呃...希爾維亞 希爾維亞 好像是冷厭的耶...這一個吧 齁...希爾維亞應該是他吧 好...然後呢...桂尼...凡尼喔 桂尼跟凡尼... 桂尼跟凡尼... 這兩個是一樣的人嗎?還是不同的人? 應該是...呃...這一隻吧 齁...看起來好像是這一隻齁 好...然後再來是... 神樂...古星... 神樂...古星... 阿神...神樂是哪一隻? 好像是有拿閃的是不是 神樂在哪邊啊? 哇...哇...神樂... 神樂...我...我...我看不出來耶... 好像...好像是這一隻角色耶... 對對對對對... 他有那個...頭...頭四齁...這一隻...這一隻... 然後古星是一個帥哥...這一隻... 對吧... 齁...好...這樣子齁...這樣就五隻的... 奧戴塔...希爾維亞... 然後呢...桂尼等於凡尼... 可是...對啊...我...我沒有看到桂尼啊... 我只有看到凡尼啊... 好...然後...就先這個樣子吧... 好...那最後面呢...是暗黑系喔... 暗黑系的話呢... 暗黑系的話...我們來選喔... 暗黑系的話...塞琳娜... 塞琳娜...塞琳娜的話... 是...也是長耳朵的...這一隻... 齁...然後再來是... 莉莉亞... 欸...莉莉亞是哪一隻啊... 莉莉亞是...小妹妹頭... 欸...這個樣子齁...這個...頭髮是捲捲的... 好...這個是...會...會...會讓人家睡覺齁... 這個...我第一次玩這個... 靈命啟示錄...我也是有用他喔... 他的控場我覺得還是蠻強的... 阿格斯...我記得阿格斯會鎖血嘛...這一隻... 齁...然後呢... 凡克... 凡克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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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克莎娜是... 齁...這一個...齁...有頭字...認得出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阿如果說有錯的話...歡迎指教...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其實我剛剛...我抽到兩個秩序的喔... 呃...好...欸...應該說是一個秩序的啦... 好...我們看一下喔...20抽... 因為我剛剛...我剛剛已經抽完金色... 欸...還有耶...唉唷...不錯喔... 好...是誰呢...欸...是兩個是不是... 欸...這個是... 洛莉塔...欸...不錯不錯不錯... 齁...又有一個...又有一個...又有一個... 蛤...弓箭喔... 喔...有朵啦...有朵啦... 哇...兩個... 喔...而且是在心願清單耶... 喔...這心願清單有用有用... 喔...那應該沒了吧... 我剛剛已經... 連續單抽兩隻...SSR咧... 阿對...沒了啦...沒了啦... 喔...但是還是不錯喔...齁... 喔...我現在有一...一大堆這個... 這個...SSR角色... 不過都一...都只有一隻喔... 所以說現在也回不上去... 他的合成邏輯我記得是跟劍遠真差不多喔... 就是這樣子吃肥料嘛... 然後這樣子吃吃吃上去... 那...那怎麼辦呢...齁... 反正我現在新手的卡片... 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就是...欸...各有個一隻... 那... 洛莉塔... 然後這邊有紫龍... 然後呢...這邊有...有...有朵啦...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吧...齁... 反正...反正... 剛開始你...你...過不去圖... 然後就升一升就好了... 那另外我有抽到一個秩序喔... 秩序的英雄...就是...這一隻... 黃真衣喔...不知道... 大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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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秩序的英雄啊... 前期也就是... 抽到一隻可以來炫一下... 然後呢...你升不上去也沒有用喔... 那...但是沒關係... 還蠻不錯的齁...你看... 我才花幾個小時... 呃...我...我上一個影片... 才兩三個小時之前嘛... 現在我就已經推到七至八了齁... 其實還蠻快的... 然後就這樣東領一下...西領一下... 欸...其實這個... 呃...前面的這個推圖... 就很快就過去喔... 然後我有看到... 有玩家在巴哈上面問啊... 他們好像兩個月就已經推到了... 好像二十幾張吧... 這麼快... 那...我記得我上一次... 我好像玩一個多月是十八張齁... 然後另外呢... 我剛剛不是說... 就是...呃... 加入公會啦... 就是...會需要加入LINE喔... 那...我不知道這什麼機制喔... 因為我一加入的話... 就馬上就... 就收到一個訊息... 他說...請加入這個LINE啊... 跟這個微訊... 那...我第一個反應是說... 這應該是屬於這個... 這個假訊息吧... 因為他可能會... 呃...你加入LINE之後啊... 他推薦你手遊... 像這個什麼神域啊... 有碰到類似的這個狀況... 我在玩那個其他的手遊...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不過這款遊戲的話... 是好像... 你一加入公會呢... 他會傳一個自動訊息... 這個好像是可以設定的... 那我們來看好加入公會... 那...呃... 我不確定說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喔... 因為可能是公會戰的關係吧... 那...呃... 我自己是怎麼講呢... 就是...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個LINE嘛... 所以... 如果說這款遊戲... 它的形式是... 你一定要... 加入會長的LINE啊... 還是說它有什麼集結的話呢... 呃... 像類似這個樣子喔... 要... 要加個LINE還要進群組啊... 那我覺得... 可能會比較累一點喔... 不過...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自己創一個公會好了... 創公會的話要500鑽石嘛... 那公會名稱呢... 我就叫做... 建議遠征囉... 這個樣子... 不知道會不會被... 會不會被... 被那個... 遮蔽啊... 像那個烈火戰機就一直不能輸入喔... 可是不知道說這個... 這個行不行喔... 那公會公告呢... 請搜尋... 順便打廣告... 呵... 好... 請搜尋... 請搜了... 請搜尋喔... 手胖胖不好打... 請搜尋YouTube... 阿天劍與遠征... YouTube... 阿天... 劍與遠征... 劍與遠征... 好... 沒辦法... 搜...搜這個比較... 比較容易找到喔... 好... 就這樣子... 欸...也可以打廣告... 所有人都可以加入... 然後... 入...會... 不用... 強... 字... 加... like... 好... 就這個樣子... 欸... 所有人都可以加入... 繁體中文... 好... 建立... 喔... 好... 這是我自己的公會喔... 呃... 捐獻資源提升沙盤建築系統... 然後這樣子... 解鎖... 公會上線... 財政大廳... 煉金商店... 然後呢... 戰爭商店... 這個樣子... 好...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 玩好玩嘛... 這樣...慢慢玩喔... 那如果說... 欸...真的有很多人加入阿... 要... 要再開LINE... 我在開... 我已經開了... 烈火跟這個神域的齁... 然後還有這個... 建議員真的是這個... 這個群組齁... 如果說再開一個... 這個黎明啟示錄的話... 也可以齁... 那不知道說這個人... 呃...多不多喔...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升一下齁... 呃... 這個是建築廳... 還是開礦廠... 應該是先生義士廳吧... 好... 自己的公會自己升喔... 也是蠻有趣的... 欸... 礦廠也可以升了... 好... 就靠我一個人了... 呵呵... OK...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喔...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